由無線與芒果TV合力打造, 兼由無線首席創意官黃祖蘭負責的大型音樂綜藝節目聖神不息, 現在就在內地籌備當中, 節目是由我視歌手原有斑底製作的。 由於聖神不息是重頭的節目, 所以有份參演的歌手一直都成為焦點, 據知其中一位就是早前抵達上海中招的英皇歌手許正韻, 雖然她已經留院14天就已經康復了, 還在社交網上鋪出在酒店旁邊的自拍照報平安, 可惜她未完成旁邊就已經有壞消息傳出, 就是盛傳她被飛出演出的名單。 有知她被淘汰的原因是曾經確診, 雖然節目就沒有明文指定曾經確診的人不可以演出, 因為拍大型節目, 牽涉的人數眾多, 有關方面都不敢冒險, 如果傳聞屬實的話, 許正韻就可懷身不由己了, 有知英皇方面正努力滑船, 希望盡力幫她爭取重踏節目的舞台。 而Manny也有回應說, 這個只不過是她們其中一個工作, 而她們也不是這個節目的場主嘉賓。 除了許正韻之外, 香港代表還有林子祥、李克勤、 楊千華、李文、唐妹、菊亞薇和曾比特等等。 至於節目的形式, 暫時就會朝著日本紅白歌唱大賽的形式進行, 以當紅歌手帶領新人對唱比賽。